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任谁都能看出 在地妖魁的攻击下 那沈云也仅仅有自保之力 而无反击之功 沈云的状况也是立刻被弘历收入眼中 当下心头不由的一领 没想到那地妖魁居然这么强 连沈云都落到这般局面 看来得抓紧解决啊 不然的话 等地妖魁把沈云杀了 那倒霉的就该是他洪家了 想到了这儿 洪历拳头一紧 深青色的斗气 犹如龙卷风般的缭绕在他的周身 紧握着大刀冲着硝烟争笑一声 旋起脚上狠狠一座地面 身形也化作一道模糊的身影 陡然暴射而出 洪历的速度 在风属性斗气的增幅下 几乎眨眼之间啊 就出现在硝烟的面前了 手中大刀刷刷刷就捂出几道刺眼的刀光 如迅雷之势狠狠地劈砍在硝烟的身体上 刀光落在硝烟身体 直接透穿了 并没有带起丝毫的血迹 洪历眼神微微一明 残影 硝烟的真身 出现在残影十米之后的地方 目光冰冷地看过了洪历一眼 手掌一曲一卷 熊熊的碧绿火焰就涌胜而出 最后被生生分裂成一团青色 以及一团无形火焰 这两种火焰刚刚浮现了 这一片广场的温度就陡然提高了 似乎空气之中的水分 都在这一刻被尽数蒸发了 感受着这般变化 红历心头也是一惊 身随心动 再度闪电般地对着硝烟冲杀而去 面对着满身杀气凛然的红历 硝烟脸色却是不变 三千雷动施展到极致 一道道残影 眼花缭乱地浮现而出 把红历的攻击尽数闪避开去 以硝烟的速度 那红历自然是难追上的 眼看着时间被硝烟一秒一秒的拖过 其心中也逐渐的暴怒起来 在拖着红历的时候 硝烟手掌之上 两团一伙 却是迅速的融合 以如今硝烟的实力 来融合这两种一伙的佛怒火莲 几乎是行云流水 没有丝毫的困难 唯一的缺陷 就是略微需要一点时间 不过这一点缺陷 在三千雷动的天部下 却是极为完美的契合起来 随着硝烟手中的佛怒火莲逐渐成形 一股恐怖的狂暴能量 也缓缓地自他手中散发而出 而在感受到这股能量之后啊 不论是红历还是寒齿等人 脸色都是有所变化 这一种充斥着毁灭般的力量下 即便是他们 都是隐隐感到一丝心计 望着场中犹如猫系老鼠 领着红历四处闪略的消炎 在感受他手中越来越狂暴的能量 寒齿也忍不住的 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啊 好可怕的斗技啊 这要是被他击中 恐怕即便是我 也得当场重伤甚至毙命啊 寒田苦笑了一声 看来当日是他留守了呀 看他今天的表现 即便是我恐怕都难以在他手中走上十个回合 真是丢人啊 现在他才知道 为何前几天 消炎在面对他的事态 会说出那般听上去有些狂猛的话 原来在人家眼中 自己这点实力 根本就不足为据啊 寒齿 难难的猜想 这个消炎 恐怕应该有一些背景啊 不然的话 凭他一个人 即便天赋再优秀 也难以达到这种地步 不提那恐怖的傀儡 光是这层出不穷的高阶斗技 即便是风雷阁这种势力中的年轻一辈 也是比不上他呀 文言 寒田等人也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一个人天赋再强 可毕竟精力是有限的 不可能在专注修炼的同时 又是分心做其他的东西 而且他们心中都清楚 消炎还有着另外一个恐怖的身份 六品炼药师啊 在实力达到这种等级的时候 又是在炼药术上达到了常人难级的水平 这在许多人来看 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 因此 这之中光是其中一样都得消耗个一个人无穷无尽的精力 而且能够真正依靠自己在两个领域中达到这个地步 恐怕也唯有用妖一词来形容了 在寒池等人嘀咕间呢 那久久追不到消炎身子的红利 终于彻底的失去了耐心 红家众人听命 给我围住这个小子 听着红利的吼声 不少人都惊恶的下来 这家伙还真他妈是不要脸了 以大欺小不说呢 今天还来个群殴 这红家的脸 今天的确是被丢尽了 红家的一些强者 听着红利的吼声后 也是迟疑了一下 不过最后也只能一咬牙 硬着头皮冲了上去 见到红家的举动 刚刚才略有些平静的含血 笑脸顿时一怒 你们这些不要脸的混蛋 他顾不得女孩子的矜持 出言怒斥 骂了之后 他又想冲出去 不过却被韩池一把抓住 爹 消炎他帮了我们寒假 我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哎呀 你这个丫头今天怎么这么辱莽 你一上去 只能成为消炎的累赘 反而会拖累他 你这叫帮他吗 文言 韩雪这才轻咬着红唇停了下来 似是辩解的说道 他是我请来的人 我总不好见死不救吧 少给我耍屁嘴 你什么心思 我还不知道啊 韩池轻哼了一声 见到韩雪有些娇羞的翘脸 不由得苦笑着叹了口气 在他们这边牵扯见 那红家将近十来名的强者 却直接围成个原形 把消炎包围了 令得消炎再也难以施展 办法逃避 红利一脸猙獰的望着停下来的消炎 跑啊 你不是跟兔子一样跑得很欢吗 等老子把你双腿砍了 我看你还怎么跑 他握着大刀 大步的走出 然而这脚步刚刚踏出两步 就直接僵硬了下来 消炎心肠的身子 站于石台之上 漆黑的眼眸平静的望着红利 此刻 他手掌上 火焰的融合已经彻底结束了 一朵巴掌大小 美轮美奂的碧绿色火帘 徐徐的悬浮在他的手掌上 而随着火帘的缓缓旋转 一丝丝细小的漆黑空间裂缝 迅速的蔓延而出 消炎望着那脸庞僵硬的红利 在瞥了一眼周围的十米之内的红家强者 嘴角掀起一抹森然的微笑 轻声说道 追得爽吗 还追吗 撤 快撤 红利眼瞳微微一缩 力声喝道 消炎笑了笑 晚了 他的身形如同鬼魅般的缓缓消散 而那座静直的碧绿火帘却停留在原地 然后一股璀璨的晶莹光芒带着一丝毁灭之力 轰燃爆炸 轰燃爆炸 惊天巨响中啊 这庞大的碧绿火浪 犹如万马奔腾一般带着轰隆隆的巨声 从那火连爆炸点 犹如潮水一股 疯狂的涌出 在这一刻 整个天石台都剧烈的颤抖了起来 一道道手臂粗壮的裂缝 自火浪波及处 源源不断的扩散出来 火浪扩散的速度极为的迅猛 仅仅几个呼吸就追上了那些 才包围过来的洪家强者 火浪翻涌 犹如庞大的凶兽 将之一口吞噬 喷血声 从火浪中传出 旋即十几道身影如同遭受重击般倒射而出 身体在地面上擦出一道百米的血痕 触目惊心啊 火浪的波及 那几乎囊括了半个天石台 无数人手颤抖着 抹着额头上因为高温出现的汗水 嘴唇哆嗦着 望着那席卷而来 最后缓缓消散的火浪 眼中充斥着惊骇之色 这种毁天灭地般的力量下 他们感受到了一种由灵魂深处蔓延而出的恐惧 那是对死亡的恐惧 在那火连爆发下 他们感受到了一丝死亡的气息 不过 好在火浪最终并没有扩散到观众席上 不过那渗透出来的高温 依旧令了前排一些人浑身滚烫 甚至啊 一些人的衣服都扑的一声 凭空自燃了起来 骇然不断地惊呼乱跳 火浪的扩散 持续了将近一分钟才缓缓停止 浓郁的灰尘笼罩着半个天使台 令得人难以看清其中发生的情况 灰尘弥漫间 突然有着一阵清风吹来 携带着厚重的灰尘 飞上天际 飘向远方 随着灰尘的消散 那天使台 方才再度出现众人的视线当中 然而当他们的目光望去 顿时如同石化了一般 只见啊 在下方巨大的广场 一个足有几十丈庞大的坑洞 突兀的出现 在那坑洞之外 密密麻麻地布满着 众多犹如脉络般的裂缝 互相攀绕间 占据了近半个天使台 一道道目光 几乎呆滞般的 望着那巨大的坑洞 一时之间 整个天使台都陷入了寂静 难以相信 如此可怕的破坏 居然是一名 窦黄阶别的青年 所创造出来的 身为天北城的居民 在座的人 对于这天使台的坚硬程度 那是最为了解的 据悉啊 这巨石广场 足以承受窦宗强者的攻击 然而如今出现面前的这一幕 如果不是言之失真的话 那就是先前的那道攻击 已经超越了寻常斗宗强者的威力 对于这两点 经过先前恐怖一幕的众人 更加倾向于后者 虽然一名窦黄 想要施展出堪比斗宗强者的攻击 这听起来 有些天方夜谭 但眼前的巨坑 却告诉他们 这的确是一个事实 寒池等人也微微张开了嘴 许久后才回过神来 他们深吸了一口气 压下心中的翻腾 目光扫过巨坑的周围 先前那十几名前去围剿 硝烟的洪家强者 此刻呀 有着大半 浑身焦黑的躺在不远处 一些实力烧强和运气较好的 倒还有着几口气捣鼓着 不过明显也处于极重的重伤状态 哼 洪家这次算是真的要掉肉咯 望着那些焦黑的家伙 寒池心中幸灾乐祸的冷笑了一声 先前呢 围攻硝烟的十几名洪家强者 其中有着好几名 都是窦黄界别的强者 这种实力或许算不得洪家 顶尖的存在 但却是绝对的中间力量 一下子损失这么多 即便是洪家 那也是难以承受的 在寒池心中幸灾乐祸间 一旁的寒雪却突生道 诶 消炎呢 寒月 美眸直直地望向天空 在天上呢 闻言 众人的目光 急忙 看向天际 旋即就看到了 一道身影 虚空而立 他的身后 一对仗雪长宽的精灵的古艺 正在微微的煽动 偶尔煽动间 会带着细微的风雷声响 看上去极为华丽 在那全场目光的注视下 天空上的胶岩 也是震动着古艺 徐徐落在坑洞的边缘 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 那些挣扎着 想要爬起来的洪家强者 手掌一握 众尺闪现 旋即一个跨步 出现在一名重伤的洪家 窦皇强者的身旁 二话不说 众尺扬起 旋即啊 就如同打球似的 一尺扇出 众尺轰击在这名 窦皇强者的身上 后者顿时倒飞而出 一阵骨骼断裂的 清脆声响 在广场上回荡着 令许多人心头都是一寒 他们知道 在硝烟这一尺下 若非是洪家 拿出那种 有着蓄骨的高阶丹药 不然的话 这个人即便治好了 也得是个残废了 一尺废掉一名洪家强者 硝烟脚步不停 脸色冷漠的立刻转身 走向另外一名 从火连爆炸中存活下来的 洪家强者 这名洪家强者 见到硝烟的举动 眼中顿时涌现出一抹恐惧 他刚刚从那些中 把武器掏出来 面前的人影闪动 重视一挥 砰个一声 这个人呢 便再度如同皮球般的倒势而出 最后狠狠地落在百米之外的地面上 不知死祸 又解决了一个 硝烟脸庞冷漠 更加浓郁 又转身 走向下一个重伤的 洪家强者 望着那一步步走向洪家之人 然后毫不犹豫 一尺山出的硝烟 全场都寂静了 看着后转的冷漠的脸 一股寒意 难以遏制的 从心头涌现 这个家伙 虽然看起了年轻 但是手段 却是非常狠辣呀 看他这副模样 明显就是要把洪家给真正的废了 寒池的心脏 随着每一次硝烟重视的挥动 都会狠狠地颤一下 虽然他也为硝烟的手段而感到震惊 但不得不说 后者的举动 方才真正算得上 杀伐果断啊 经过今天这个事 萧炎已经知道 他和洪家 必然会处于那种 不死不休的局面 那么既然如此 他自然不会留给洪家 什么力量 找他来报复 对于敌人 萧炎不会有滋毫的心软 只有真正令得洪家伤筋动骨 方才能够断绝自己的一些后顾之忧 此事怪不得别人 要怪就怪洪家率先对他出现杀心吧 砰 众使再度狠狠地甩在最后一名洪家强者的身上 然后萧炎 也不理会此人是死是活 缓缓地抬头 目光转向了不远处 那挣扎着站起来的人 正是 红利 此刻的红利 一闪破烂 袍服下 隐隐露出一件散发着些许光芒的皮甲 显然不是寻常之物 它能从佛怒火灵的爆炸中存活下来 也是因为这件内甲护体的缘故吧 萧炎一步步地走向了它 好了朋友们 预知后事如何敬请收听 《斗破苍穹》第724回 和尿体灵整成岘